鄭西豪攀雞年開Show 和粉絲近距離接觸 鄭西豪日前就出席 港台新春團拜活動 他坦然是首次出席 港台團拜 更表示由去年開始以歌手身份出席不同活動 覺得很開心 其實由去年開始 真的可以做一個歌手的身份 出席不同的活動 心情是很開心的 也認識到一班 各位新人或者一些前輩的 同事歌手同公司的歌手 這件事是 每一次出席活動都很開心 我們自己公司的同事聚會 尤其是來到新年這麼開心的狀況 更加高興 那世豪呢 今年的歌唱事業有什麼大計 今年的 剛剛推出了自己的專輯 即是我的寶寶 很開心的 聽到回來是挺好賣的 這個是自己雞年裏面 首先一個很開心的 一份破年禮物 希望接下來的 年份這個雞年 會繼續出歌 希望可以出到一個音樂會 去回報我自己一班的歌迷粉絲 想近距離接觸 希望今年這個雞年 可以完成到這個步驟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恭喜花菜 恭喜花菜 大家好 我是蘇珊 今天是雞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穩島勝島身體好 福到福到 恭喜花菜 哈囉 我是陳浩德 接下來雞年 我會在這裡幫祝大家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雞年行好運